说书不要麻烦 醒目一想咱们就得书归 正传 今天呢 我继续给您说这清平大小合卓最热闹的一段回幕 那就是这大元容赵会被困黑水营 要说到这赵会军们呢 那我是非常佩服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每每的想到这西北边陲大片国土 我就不得不对这赵会军们油然的产生了敬佩之情 我这评论区里有好朋友给我留言说 这个赵会的功绩远在这个胃轻祸居病之上 这让您说我可不敢这么说 为什么呢 我作为一个说书的要是这么说了 那这评论区里那还不得让人把胡都骂话了 自打咱们书馆开商 我给您说书开齿 这网报可是真领交过了 他就有那么一部分人 他骂的对不对 搁一边 他是真敢骂 所以说咱们惹不起呢 咱们就避着点 那么说这赵会军们和这魏清祸居病二位将军 到底谁在中国的西北边陲留下的功绩大呢 要我说这事也不难分辨 您得看这老几位都给您留下了什么 是身后就给您留下了一句话 这块地方那自古以来可就是我们的 还是实实在在的一片疆土 当然了有一句话我得承认 走到哪儿我也得承认 无论是赵会还是魏清祸居病 这些呀都是让我非常钦佩的将军 在那个年代为祖国开疆拓土 为我现在大中华版图奠定基础 那俨然呢这些都是英雄 那您看做一个英雄容易吗 您看这赵会军们现在备为黑水营 那个真正是里我有粮草啊 外我有援兵 有人说不对呀 你前两天的书可不是这么聊的 你不是说这乾隆皇帝 将调兵潜将的来救黑水营吗 再者了前文书你还说呀 这赵会呀粮食还能坚持两三个月 得嘞这话是我说的 您听我呀一样一样的给您分析 我呀先给您说一份战报 这份战报是谁往朝廷发的呢 是新任隋军参赞大臣舒格德发到朝廷的 这份奏报上说呀 剑瑞营查哈尔兵等先头部队 预计十月初二初三以后抵达 他说的抵达呀 那可不是抵达到前线的叶尔强 而是刚到阿克苏城 剩下的人马将于初六初七以后抵达 哎这剩下的人马可不是后续的援军 是这个剑瑞营查哈尔兵的后裔部队 也就是说这四千人啊 得十二月初六初七以后 才能全部到达到阿克苏 而舒克德 艾隆俄 嘎代莫特等 已集结了五百满洲兵 索伦兵 蒙古兵和六百绿营兵 前往巴尔楚克恶守台战 做好禁军叶尔强的准备 恶队在和田六城也召集了一千多兵马 和大量的洋只 口粮也准备进军叶尔强 咱们先算一下人数啊 这大概啊有六千人左右 听着这人数可是不少 可您看时间了吗 这先头部队啊 也得等到十二月的初六初七以后才能抵达 您可得清楚这赵慧啊 可是十二初六就备为黑水营了 那么说这些兵怎么走的这么慢呢 这一啊是陆真远 从这个北京到新疆啊 按这个新疆朋友讲话啊 就是那么远 他们这个意思呀 就是很远很远 再者了 这人走快了 走到那儿啊 没有战斗力 这马要是累坏了啊 那可就麻烦了 这不得不承认的 咱们人类啊 是高等生物 哎 学徒我避过鼓 哎 七天避鼓以后啊 正常用餐一天 我觉得这精气神就能恢复 哎 用餐两天 气力就上来了 这马呢 虽然也是不露东吴 算是高级吧 但是啊 这牲口活的都是一口气 你忘狠了使他呀 他就忘狠了跑 他恢复不了 咱们经常能听说 跑死马 跑死马 就是这马的事 一呢 这战马是真能累死 二啊 路上要是走极了 让这马累下了 飙来呀 那是真不好恢复 不是一两天呢 就能缓上来的事 说完了这个外部因素啊 咱们再说说内部的因素 哎 哪个内部啊 黑水营里头啊 现在这赵慧最缺的就是战马 那战马到哪去了 上完书咱们不是说了吗 都定在这河滩的淤泥地上了 这马腿呀 本来就是上下一边酥 这蹄子又硬 一踩淤泥 啵撑 就陷进去了 陷完了之后啊 哎 这畜生就难以出题了 这没了战马 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倒不是不能打仗 只不过是没法冲锋 没法冲锋就没法突围 所以啊 这赵慧呀 三千多人才被困黑水营 这赵慧手底下的八旗也好 绿营也罢 还有呢 就是投降过来的缠回兵 这防守迎战呀 倒是不用战马了 开枪放箭呢 也能抵挡得住 敌人的冲杀 弓箭的数量啊 还算过得去 可是呢 这火药跟炮子啊 严重缺乏 这现弹枪啊 前装填 装的是黑火药 所以这火药啊 得大大的装 那这炮子是什么呢 不是铁丸 也不是现在的子弹 是铅丸 就是用铅呢 做成的小圆琼 是先装填火药啊 再装填这个铅炮子 靠这个随时激发呀 火药点燃 膨胀以后 把这个铅丸吹出去呀 哎 这就叫做飞子 这东西啊 比弓箭打得远 比弓箭杀伤力大 哎 坏就坏 在那会儿 这枪不灵 装填太慢 是钱装填式 也就是说呀 无论是火药啊 还是这炮子啊 都得从前枪口树进去 那么说 对待敌人的冲锋 还有什么东西 作为防御上最为重要呢 那就是炮 这仗会军中啊 最少有七八十门披山炮 有人说 你怎么知道 这数字这么准确呀 一是看话啊 二是分析 这朗世宁画的 这个平回平准图当中啊 就有啊 当时炮战的情形 哎 这能辨认出来 当时用的炮啊 就是披山炮 这种炮啊 很好认 哎 炮不长 一估计一估计的 哎 有炮孤 属于啊 是一种野战炮 那这个数量 是怎么估计出来的呢 前文说啊 咱们说这赵慧 一打叶尔枪的时候 咱们就交代了 领队大臣高天席 手下呀 有五百绿七兵 二百鸟枪手啊 是三百炮兵 大清朝呢 四人操一炮 您要是这么算呢 这赵慧营中 这披山炮的数量啊 至多也就八十门 少也少不过七十截 您瞧啊 这学徒 我这算数 还是可以是吧 这炮是有 这炮呢 它也是好东西 可是大炮一响啊 黄金万两 放出一炮的火药量啊 那可是百倍于火枪 所以说 这有炮没火药啊 还不如没有呢 看着他就着急 说完这马匹军械之后啊 咱们还得聊聊这粮食 这赵慧说呀 军中粮食能支持一两个月呀 那是拉长了说的 把这个美人的标准降到了最低 原来呀 能吃半斤窝头的 这就改了三两了 都得往一半捡 那肉呢 倒是也有 那就是骆驼马匹呗 好马当然是不能杀了 受伤的 流一口气啊 随吃随宰呀 也就冲了军粮了 这叶尔香城呢 过了十月可就飘雪花了 赵慧大营当中这些士族啊 那是忍饥挨饿 广忍饥挨饿就完了嘛 城外的还围着大军呢 小和卓 实力连营 围着黑水营 那时不时的就得打个冲锋 若能攻开个口子呀 大军杀进来 这几千人啊 也就完了 所以说 赢了这些八旗呀 忍饥挨饿的 还得拿起武器 抵抗着缠回部队 那么说这大小和卓 把清军围着的黑水营 他们有什么具体的战略吗 说实在的 也没有 无非呀 就是隔三差五的 攻一回营寨 那攻进去了吗 攻不进去 要不怎么说 这守成容易 它攻成难呢 再者呀 这营里的八级兵 也确实比攻营的 这个缠回兵 从战斗力上说呀 又略强一筹 也就是说呀 每次这大小和卓的 缠回兵 来攻打黑水营 一番激战过后啊 攻营不克 清军这边呢 倒是没什么损伤 缠回这边啊 几十具尸体 就扔在战场上了 这小和卓一琢磨呀 这么打下去 它不是事儿 咱们是不是 得用一些计谋了 这小和卓 祸及战 憋了三天 终于憋出一个好计谋来 什么计谋啊 水淹黑水营 这黑水营的背后啊 可就是叶尔枪河 一旦把水淹过来呀 这大冬天的 淹不死这些清军呢 也让他们泡在水里 好好的受受冻 这么一下子呀 虽然呢 不一定一时半会儿的 能够拿下这黑水营 可是啊 他觉得用不了多久 就会把这些清军耗死 于是说干就干 他派了一支队伍 拿着敲稿啊 就奔了叶尔枪河了 开渠挖钩的 就要水淹着黑水营 要说呀 这计策不错 在兵法里呀 这就算是巧用 地利之势破敌 可是他没想到 这一下子 倒帮了赵慧了 这话怎么说呢 这赵慧初被围困 黑水营之时啊 虽然遇到的困难很多 可是眼巴前的困难 是什么呢 缺水 虽然呢 离这个叶尔枪河很近 在这黑水营里呀 要想挖出水来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所以说呀 这几千人 再加上驼马 是黑水营备为初期 这清军遇到的第一难题 这小河卓一饮水灌营啊 算是把赵慧救了 这营里边自然也有啊 这敲稿 这赵慧呀 首先呢 先挖了大蓄水池了 这水一来呀 营里边打井可也好打了 原来呀 得挖个三五丈深 现在不到一丈就见了水了 所以说呀 解决了清军饮水的问题 那这蓄水池能蓄多少水呀 剩下的水 不是还得把这大营淹了吗 哎 这高渠呀 清军借着往前挖 从大营的一侧 低挖之处 就把这水排出去了 这大水呀 拐了一个弯 又回到了叶尔枪河 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哎 怎么来呀 它怎么回去了 咱们得按常理分析 说实话呀 这清军能够躲避水患呢 还是比较侥幸的 首先说呀 这会儿进了冬天了 十月十一月 本身呢 这叶尔枪河就是枯水季 这水量啊 肯定是有限的 很有可能这点水呀 还是这些缠回兵 叠了大坝 憋起来的水 才够啊 流向着黑水营 所以说呀 这水量本身就不足 就起不到这水满军营的目的 再有呢 这军营一侧呀 就是低洼之处 往下一泄呢 自然这水也就不剩麻了 不但没能淹没 清军大营 反倒解决了赵慧 饮水的问题 这小合作这气呀 就别提了 那攻不下来 水淹不成 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每天呢 组织这火枪兵啊 往对面营里射击呗 这缠回火枪兵啊 不但从阵地上射击 并且从阵地一侧 筑起了两座高台 这小合作呀 一定认为是上打下呀 他不费辣 这清军一看呢 你筑高台呀 我也筑高台 反正这黑水营里 他是不缺树木的 咱们前文说了 赵慧之所以把营寨 扎到这个黑水营啊 就是因为这儿 它是一片树林 这种地势啊 自然是一手难攻 你建高台呀 我也建高台 这高台上护设呀 就不分什么上下了 不但如此啊 就在11月10日 这清军 趁着这帮缠回 主麻日距离的功夫 竟然呢 打开了寨门 冲出了城寨 一鼓作气 就拿下了缠回 所建立的四座高台 这么一来呀 这小合作上打下的 战略方针呢 是彻底失败了 不但如此啊 这清军的黑水营啊 不但没缩小 还望外扩充了 那么那位说 什么叫主麻日啊 您要是想听啊 我就给您说说 这轿门中人呢 每天要五次礼拜 这五次礼拜呀 都是各自在家中 冲着这个盛城的方向行礼 可是到礼拜五啊 不能这么着了 得聚到一起行礼 那这天叫什么呢 这天呢 就叫做主麻日 凡是不按照这个规矩来行礼的 在这个轿门当中啊 都被视作重要的罪行 必须得遭受惩罚 除非你有啊 特别充分的理由 才能够不参加 有人说这八七兵也忒不讲理了 利用人家的宗教信仰啊 抽冷子打人去 其实啊 这可不是八七兵发明 八七兵先使的 在这轿门当中啊 有很多次的著名刺杀 和知名的反叛呢 都是在这主麻日进行的 行了 多说咱不说了 犯忌讳 我就说到这儿吧 反正啊 这清军抽冷子呀 算是把这四座高台拿去了 这小合作每天指挥着缠回部队 往这个营里放枪啊 还有一个好处 这个好处啊 他当时不显 是过了些日子呀 这赵慧才发现的 这赵慧呀 再命营中的兵丁 去砍伐黑水营当中的树木 这斧子刚一落到树上啊 噼里啪啦就下了薄子了 有人说那大冬天 这薄子哪那么方便呀 哎 其实不是薄子 是牵完 都是缠回军往里打的牵完呢 牵在了树上 哎 您听那京剧草船借鉴了吗 和那个差不多 一个是主动的 一个是被动的 只不过呀 这事得保密 当时诸葛亮草船借鉴之后啊 舵公水手 趴在这个船帮上喊 谢曹成相见 赵慧呀 肯定就不能再让这士兵喊了 若是这营里的士兵大声高呼 谢巴图尔寒的蛋 一呢 是这样就泄露了消息 从此以后啊 这小河卓就不会再往营里放枪了 这二呢 这几千人这么喊呐 呃 是不是也不得好听 不闻名啊 呦 骂街的嫌疑 至于这火药呢 问题啊 很快也得到了解决 您想啊 这清军呢 既然有火枪手 有炮手 那他随军所带的物资啊 绝对不是火药 硫磺燕消这些东西准备好了啊 加上木炭 炮制炮制呢 就是火药 那这清军为什么带原料不直接带火药呢 直接带火药出征啊 他危险 这东西沾火就着 一着就炸 一旦走了水啊 没伤着敌人呢 自己掀完了 再者呢 这做得了的火药啊 这就容易受潮 一旦是受潮了之后啊 哎 不是不能解决 再把这火药包干了啊 那同样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这前两天呢 我和个好朋友还聊这事呢 这用锅包这个受潮的火药 可不是闹着玩的 他知道一个好玩枪的主 哎 这说的都是几十年以前啊 平时啊就爱扛枪打个猫 这火药一受潮了 就自己包 这老爷子给人的印象啊 就是一到打猫的季节啊 时不时的不是全秃 就是半秃 哎 没别的 那就是把火药包着了 那既然有原料呢 这清军当中自然有工匠 这大军被围黑水城之后啊 开始肯定这火药是稀缺的 不过随着时间一长啊 这工匠一开工 自然的这火药 他就有补给了 有了千万有了火药啊 这事也算解决了 火药一充足呢 自然这大炮啊 也能响了 这防守啊 就自然更加坚固 这小河卓这份急啊 就别提了 这清军在这黑水营当中 攻不下也围不死 这怎么办呢 于是这巴图尔汗呢 又想出来一个好主意 干脆啊 咱们绝子军吧 什么意思啊 他要啊 挖地道 这地道刚一开挖 这小河卓可就遇上了一个大问题 什么问题啊 用句现代的名词说呀 这块地方啊 叫做叶尔枪河冲击山 哎 这地下呀 全是沙土 挖不成地道 没挖几米啊 就塌方了 换句话说 但分的这地道要是好挖呀 营里边的八骑兵 早就挖地道跑了 也等不到今天 这地道挖不成啊 那就给挖好沟 一尺一丈的往前挖 一直挖到这个清军攻势的下边 然后啊 他让士兵身上啊 扎上这个树枝尾桑 以做掩护啊 从这壕沟里往前爬 意思是说呢 爬到这个清军的阵地以下呀 迅速的冲进阵地呀 打开营门 待到营门一开 大军杀上啊 这事儿就成了 这事儿可不算坐这儿瞎编的 这赵慧给乾隆皇帝 后来的奏报当中就提到 这敌军以伪骚自闭 欲行偷劫 那小河卓劫营一事啊 咱们既然拿这儿来说 那自然是没成功 他为什么没成功啊 他就没想啊 前些日子 就连他们住的高台呀 也落到了清军手中 这清军倒是不一定啊 利用高台来攻击敌兵 但是那可是侦察的岗哨 他们刚一挖钩的时候 那清军就知道了动向 禀报给了营里的大帅 赵慧一想啊 这一定是挖钩偷袭呀 于是就准备了尾子和甘树枝 等到啊 这伪装了的敌军 刚要爬到清军阵地的时候 先把尾子点着了啊 炮向壕钩 然后紧接着就是甘树枝 这连薰带烧啊 一下子就破了这小河卓 绝子兵之计 这赵慧自己都说 结果就是啊 据为我兵焚烧结杀 这清平大小河卓战役当中 双方各用了一次决子兵之计 一次啊 就是马德胜献祭 要挖进库持城 还有一次啊 就是在这儿 等于是这两次决子兵之计啊 一次成功的都没有 从此之后啊 好像这小河卓呀 对进攻黑水营啊 也失去的信心 不过还是啊 每天组织缠回射手啊 往这个营里放枪 可是啊 这大规模的冲击啊 哎 不见什么了 那么是不是 接下来咱们就得说说 这黑水营当中粮食的问题 是怎么解决的呢 这呀 可就得涉及到这赵慧 吃没吃人了 这 我今儿可就不打算讲咯 您要想听啊 明天早来 咱们是明天接着 开书